哈喽大家好,这里是马力奥陪你喝一杯,我是马力奥 1,2,1,2,3 不知道大家路边摊点这个黑白切的时候 喜欢选择切哪些小菜 嘴边肉,猪舌,猪心还是脆肠 我自己的话早期其实不太敢切这些我不熟悉的内脏类 多半还是以肉为主 像是嘴边肉啊,干脸等等的 后来有一次去一家米粉汤看到很多熟客 点了很多内脏类 像是软管啊,脆管,生肠,粉肠,猪肺等等 觉得好像应该来试试看 吃起来觉得风味独特,口感特殊 才开始习惯去面摊或米粉摊的时候呢 研究该怎么样点一些不是肉类的黑白切 我们这一节来宾呢是傅士林,Ama 她待在媒体出版页超过30年 曾经是一周刊美食旅游版的采访主任 写过非常多各式各样的美食 今年她以黑白切为主角 出版了一本台湾猪黑白切 日以继夜的庶民美食 来探索黑白切的历史渊源 解析到底菜色来自猪的哪一个部位 最后还有精选的黑白切店家 我们今天从为什么她会写这一本 台湾猪黑白切开始聊起 Ama说她小时候不太允许吃外食 大了一点才开始尝试各种不同的食物 去美国念书的时候呢 觉得台湾猪各种食物的滋味太美妙 也很难在美国寻找复制 近年来则是思考 怎么会没有人来写一本 专门针对黑白切这种 到处都有各地不同 每个人可能都有口袋名单的庶民美食呢 本来她是提案找人写啦 后来一直没有下文 就自己聊下去写了起来 我们在这集中谈了她去一间 不熟悉店家的时候 会如何观察哪些小菜可以点 另外也分享了 如果我们要跟外国朋友分享的话 可以从哪些食物开始尝试起 此外为了写这本书 她不只是再次实地去很多店家造访 还去采访了猪肉的盘商 从半夜跟着老字号凉面的阿嬷 准备一日食材 去环南市场观察分解猪肉的剁肉师傅 还介绍了抓猪人 这个我自己之前从来没听过的职业 对了 你知道天梯是猪的哪一个部位吗 让我们一起来欢迎傅士林 Ama 今天当然我们还是要先谈这个 我手上的这本书 台湾猪黑白切 日以继夜的庶民美食 那这个 这本书是怎么开始的 可以先跟我们讲一下吗 就是市面上也比较少 就是说讲小吃的有 然后讲一些各种各样的点心的也有 但是专门讲黑白切 然后就是讲台湾猪 这个好像真的是 没有什么印象第一次 所以我看到就觉得很有趣 当初怎么开始的 第一个是 我很早就到美国去读书 我在美国读书读了两次 我有两个硕士学位 第一次去的时候 因为我还很年轻 那时候才大学毕业 可是那时候已经有深深感觉到说 台湾很多食物 我在美国是没有办法去复制的 甚至也不可能买到 还有就是美国 他们习惯吃的都是冰鲜或冷藏的 冷冻 冷藏冰鲜之类的 那他们的品种也跟我们不一样 他们美国人对食物的那个概念是 让最多人吃得饱 他们在做食物的生产的时候 他们的理念是这样子 大量的 对 他要让最多的人吃得饱 而且是affordable是他们负担得起的 对 那因为那时候年轻 也就没有那么在意这个事情 但后来因为我有小孩了 他13岁的时候 我带他去美国 那我们这一次住了比较久 我们前后住了12 13年 那我的小孩是一个不太爱外食的人 但他对食物的要求很高 那我就要去复制一些他older的菜 小时候在台湾吃的菜这样子 对对对 那我就发现说美国的猪肉 我没有办法复制出一些菜 比如说狮子头 比如说控肉 鲁肉饭 鲁肉饭跟控肉还可以是说 你可以用香料去辅助他 对 可是像白切肉 白斩鸡是真的复制不出来的 味道的 猪肉本身的味道 就是他本身那个肉质 滋味就跟我们台湾是 相去甚远 OK 就是台湾在这个部分 我那时候深深感觉到台湾猪肉的好吃 就像台湾水果的好吃 它是很难被其他地区超越的 这个很有趣 因为我们在台湾每天你都会吃到猪肉 对 除非你是那个 吃素 或者是吃素的人 那猪肉跟我们生活 跟我们的生命的成长是息息相关的 那为什么市面上没有人写这个书呢 其实也是蛮有趣的 第一个是说你真心爱这个东西 那我本人是很喜欢黑白切 因为我口味比较淡嘛 黑白切有个很大的好处是 它有一点是可以客制化的 然后你要沾酱不沾酱 你口味重 你口味淡 你可以自己去 在你的餐桌上面自己去调配它 然后你甚至可以order就是 我要五花肉的哪一边 我要比较嫩的 我要比较韧的 甚至连生长 这些你都可以去跟 熟悉的店家吩咐 那因为 我其实年纪有点大 那我回到过头去看这个东西 我就会觉得 台湾的这个黑白切 我一开始 早年的时候我也以为 它就是绿绿做一趟 就煮嘛 全部混在一起 就穿烫嘛 我们都以为是这样 所以会贬低它的制程 甚至不会去 珍惜说 它是一个得来不易的东西 它真正是一个得来不易的东西 你除了台湾以外 你真的吃不到了 那比如说在美国 我们还不错是我们住的那个地方 东岸华府 很多很多的韩国人 韩国人有韩国超市 韩国超市有熟食 韩国人也吃黑白切 但他们的制作方式跟我们不一样 他有时候是清蒸的 如果他们是用炖煮的 那他们就会变成是一种清炖的杂肉汤 他们也吃内脏 但它会变成是一种浓浓的肉汤 混在一起 对如果是炖煮的 那他们如果是切来吃 凉菜吃 那它就是蒸的 但是他们沾的东西跟我们完全不一样 他们沾的是盐巴 跟那个虾皮去酿造出来的虾酱 虾酱油 OK 咸咸的这样 那我们可以安慰啦 就是说我们可以去韩国超市的收食店 然后买他们煮好的那个五花肉 但是是去皮的喔 嗯 没有皮的 没有皮的 这个 这个 这个能叫五花肉吗 你在美国超市买鱼也常常是没有皮的 OK 你要皮的话 你要真的要跟那个 跟他们特别吩咐 对 你买鸡 他也会整只鸡 就是用30秒不到的时间 整只鸡 连鸡翅膀都可以把皮剥得干干净净 这是他们的那个习惯 这没有什么好坏 对 可是韩国人 他们在美国贩卖的这个猪 它的滋味还是会跟 我相信也跟韩国本土不一样 对 或者是说 他也真的很难去拿来比较 就是说 我在台湾可以吃得到的这个滋味 因为我比较想要的是 去复制的是那个滋味 嗯 所以我在美国自己煮那个 狮子头的话 我就会头脚薄用一点鱼露 因为他们的肉是没有鲜味的 对 然后我就很想念那个鲜味 后来呢 因为小孩大学毕业了嘛 然后我回台湾的时间比较长 然后有一次我就 刚好遇到一个人 本来这个书我是请他写的 嗯 那本来这个书的范围是很大的 就是点心打 嗯 然后是要从台湾的旧城区 去写点心打 这位少爷呢 嗯 没写过书 OK 然后他就有一点犹豫嘛 就要想很久 那中间因为想很久 我我我其实去跟出版社 大拉出版社提案 第一次提案我是说 哎 我把这个proposal 把它改成漫画怎么样 嗯 我们来弄一个米粉汤的漫画 你不就米粉汤是台湾的一个 点心打的天后嘛 嗯 就是谁家随便那个巷口 哪里转个弯 你一定可以发现有一个 米粉汤嘛 或切仔蜜嘛 对 你姑且不论说 他有多美味多美味 但是因为他很方便 他也有一定好吃的一个 一个标准在那边 所以他是我们生活上 很大的一个慰藉 只是你一直一直生活在台湾的时候 你可能没有觉得 他是一个很重要的慰藉 然后后来那个出版社的总编辑 他他其实很可爱 他跟我说漫画要花很久 很久很久 他说我们先写成书 嗯 再换漫画也可以 OK 好 后来因为他要写旧城区的点心打 其实不是我很专长的 那那位作者 他是很专长 是因为他就住在旧城区 他有那个资格去写 我觉得整个台湾找出来 没有人比他有资格写 他他很会吃 他他就出生在那边 他出生在迪化街 然后他会煮 然后他还开过餐厅 各式各样餐厅 他还卖过葡萄酒 然后他是dealer 那他他不能写 我不能代替他写这个东西 啊所以后来我就想了一下 我就另外做了一个提案 就我把点心打 范围缩小 可是我把黑白切 跟我自己生命历程里面 一些熟悉的店家 把它结合在一起 我就写了这个书 OK 所以很多 我去广播节目 很多主持人问我说 你花多少时间写这个 我说for my lifetime 写了一辈子 因为里面很多故事 就是我小时候的 然后我点点滴滴 就是你小时候吃的 你的要求标准 会随着你的年龄的改变 他就慢慢改变了 对 譬如我里面有写到我爸爸 我爸爸喜欢吃那个猪脚 蹄膀 五花肉 那一定要带皮 可是他以前的标准 比如说他80岁的标准 跟他现在90岁的标准 是不一样的 所以我一直觉得 饮食的那个评鉴 是一个有意思的地方 可是他最有意思的地方 是说他是一个多元的 他是一个dynamic 他是一个动态的 那我们在讨论 这个好吃不好吃 应该是 比较强调的是这个部分 就是交流 不管是情感交流 还是文化交流 情感交流 就是我今天 比如说我跟你很熟 我们是几十年好朋友 我跟你说 这个东西很好吃 然后你吃了一个 跟我说 屁咧 这东西一点都不好吃 这个是情感交流 这完全OK的 也不伤感情的 OK 就是说我了解说 哦原来我的朋友 他的口味 跟我有差距 那我也会问一下说 为什么你觉得他不好吃 那我会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为什么觉得他好吃 可能我们俩 觉得好吃不好吃的 点不一样 但是这个是情感交流 另外一种叫文化交流 就是我今天去应酬 然后可能大家朋友们都很熟悉 就是美食吃遍大江南北 然后一道菜上来 大家就开始会分享 他们曾经吃过这道菜 在哪里他怎么做 这个我就觉得 他是文化交流 那我觉得很有趣的是 我们可以去交换这个 然后它是一个多元化呈现的 然后你可以去理解说 其实我们 我们觉得一个东西好不好吃 或它好不好 它跟我们的原生家庭文化 关系很大 比如说我母亲是台南人 我在台南出生 那我的口味 你说偏甜吗 也没有 但是偏软 偏软 对 这可能是我母亲家里的一个特色 软是说口感 口感上面 他们比较喜欢软嫩的东西 那比如说我爸爸 他是农家子弟 家义人 他们家是没有在吃稀饭的 就稀饭是病人吃的 因为农家需要体力 所以他们从 白饭 五六点的第一餐饭 他们就可以大鱼大肉 吃干饭 要饱足 对 然后他们会 比如说我记得我祖母 他也很喜欢吃肥肉 可是人家活了105岁 他们就是 那个五花肉 就是用那个大锅 我们家那个锅很大一个 两口 然后他就是撒馅 就是水煮汆烫 那你知道农家是烧柴火的 柴火是一个 一个成本上的负担 因为他要去找 他去捡柴火 在我很小的时候 他是去捡柴火 那个时候他没有装 没有瓦斯管线这个东西 后来才会有瓦斯桶 而且有了瓦斯桶 给他装瓦斯桶 他不用 他还是要回到那个灶 那个厨房去用他的灶 因为那个火可以控制到很好 然后所以 可是柴火对他来说是一种资产 他不能随便用 柴火不是比较难控温度吗 他会 他会 而且他可以每天 睡觉前把那个火 包了一个小火种 比较好 全家只有他会 那神乎其迹 我觉得那是魔术了 我就不知道他怎么弄 但是他会 他就把他变成一个小小的火种 然后包在那个灶里面 隔天早上他就拿了一个 那个竹筒子在吹 他就把他又点燃 他很厉害 那你说那个火的大小控制 他也很会 他很厉害 所以你说那个 当你的那个燃料 是一个成本的考虑的时候 你不可能去久炖 所以我祖母家 他们比较少吃那种 熬很久的汤 很少就是滚了就可以吃了 对对对对对对所以这个其实 你家里 你家里提供什么食物给你 跟你的原生家庭的背景有关系 那我们有时候不太会注意到 所以在你吃这么多 像刚刚讲的口味会跟年龄 或时间有变化吗 所以你自己觉得 这个吃黑白切 小时候吃跟现在吃 你觉得你自己的口味上变化是什么 有什么样不太一样的地方呢 在选择部位上 比如说小时候我就会很喜欢吃猪大肠 OK 但是我后来也发现说 他跟猪大肠本身的产出有关 这是我们小时候吃的猪 一定是吃喷的 大部分是吃喷的 因为那时候养猪的规模 没有现在这么的 规模化这样子 这么商业化 他就是农家 可能他养了三头猪 像我祖母家就养了三头猪 他主要是消化厨余用的 然后很多人家 他们就会多养几头猪 以前的人养猪 会留下来自己吃 那也会拿去贩卖 所以他那个规模 都是一种农家经济的规模 那那个时候的猪肉 我真的觉得 那个猪肉是很有滋味 它的油脂 我们讲猪油好了 它的油脂是有层次的 它的香气会有层次 我真的觉得 它的脂肪的分子 是跟现在不一样 那后来呢 我为了写这个书呢 我去采访了一个 抓猪人跟一个 大盘猪肉商 我其实是想知道说 那黑毛猪跟白毛猪 跟现在混种猪 他们的肉质吃起来 有什么不同 那那个 他们都跟我一口同声的讲说 如果同样是黑毛猪 是饲料决定它的味道不同 OK 那他们还是一致觉得 吃噴的是最好吃 是 就是是吃食物的 就是这个猪 他吃的跟我们吃的一样 都是食物的 而不是去调配过的饲料 对 那如果是黑毛猪品种很好 那你给他吃跟混血猪 白毛猪一样的饲料 他其实吃出来的那个肉质 是差不多 口感也差不多 那另外一个影响最大的是说 这个猪汁 它是不是够肥够壮 所谓够肥 不是说它有很多坠肉 所以他们为什么 我们台湾为什么 那个拍猪场 它没有办法被取代 因为所有抓猪人 就是拍卖的那个 那个中间商 broker 拍猪人他们要的猪 一定要眼睛看到这一只猪 在那边走伸展台 然后那个 臀部的肉是不是结实 然后他走路也没有精神 他们必须从这个地方去判断说 这只猪是健康的 肥壮的 是杨贵妃 不是那个赵飞燕那样子 那猪其实很胆小 很多猪 如果他那个 他的心智不够强壮 或者他是不健康的 他一走伸展台 他可能就当场就 刷了去 这是有的事情 刚刚讲那个 抓猪人 书里面有写 有有 不过可能一般听众不太知道 什么是抓猪 抓猪人的工作 抓猪人就是去那个拍卖场 对 帮 那个肉商 大盘 帮肉商去拍猪 拍卖猪 去那里下标买猪 买猪 但是他赚的是 他不是赚差价 他是赚固定的费用 比如说几头猪 那每一头猪的那个费用 手续费是多少钱 OK 对 像顾问这样子 对 像顾问 因为整个 你说你吃到 你吃到米粉汤啊 其他米他们卖的 那个内盘黑白切 他送到你眼前 他整个那个流程 是很久很久的 就是每天大概 接近中午的时候 就是从牧场 养猪场 他们把猪汁送到拍卖场 然后就开始拍卖 拍卖好了之后呢 他们有一些程序嘛 然后要把拍好的猪 分门别类 那抓猪人跟肉商 他们有配合的 固定配合的 那个叫载猪人 他就是他自己有一个卡车 然后他负责把这个 你拍好的活猪 送到电载场 那电载场就是有固定的几个地方 什么南猪北宋之类的 所以我们常会看到 那个猪车 在那个高速公路上面 这样子 然后等到那个猪宰好之后 这个是下午的事情 猪宰好大概是接近晚上 十一二点 然后同样的这个载猪人 他本来把那个活猪 从拍卖中心 赶上他的车子 然后开到电载场 然后就去处理了嘛 等到那个屠宰场 他们做好之后 就变成两片的土体 他要再把土体一片一片 搬上他的车 挂好 然后再送到 市场 比如说我们的华南市场 大批发肉伤这边 所以肉伤他们的工作时间 就是从 晚上 半夜十二点开始 OK 但那个 刚刚讲那个肉伤已经是 他们等于就在市场里面等 他们都有约定好的时间 OK 其实我去华南市场 去采访那个 因为他们还有剁猪人 就是专门在把那个土体 分切成几等份 OK 六等份 通常六等份 在市场那边 对 他是一个很专业的职人 就是腰间配着两把菜刀 剁刀 OK 一大一小这样 那那个是一个很需要体力的一个 劳动活 还有专门的切猪头的职人 就是他专门把猪头分切 因为他其实是一个工序很复杂的 一件工作 所以 当然他们每个肉伤都会 对 可是那花很长的时间 OK 你比如说我今天把二分之一土体 把它分切成六块 那不是说我 然后就算了 他还要把里面有一些东西 再把它分出来 然后有一些多余的 他要把它切除掉 对 好 所以他会产生一些废弃物 但废弃物也是有用的 所以整只猪他都是有用的 然后包括内脏 内脏会有另外一个处理内脏的职人 内脏要洗 要分开 然后内脏里面只有腰子是从 好像是从屠宰场出来的时候 腰子会比较受到一个 保护 保护的对待 他就是一直放在他专有的一个水桶里面 可是其他整个内脏 他是还没有分开的 他就是一大包一大包 所以会有一个专门的人 很辛苦 他就蹲在地上 然后把它分开来 还要稍微清洗一下 然后再分装 分装好就会有固定的也是 有点像货运商 他们就会来取货 然后送到他们下游 下游通常就直接就是点心打 面电这样子 大部分是这样 刚就基本上我们都在讲黑白切 那黑白切在我们这个节目当中 好像没有特别讲过 那如果要配酒的话 有没有什么建议应该来配什么样的酒 特别好 是什么样的酒 我觉得就是白酒 那不要太甜的 气泡酒其实也可以 气泡酒 对气泡酒 然后果香味没有果香味也都可以 然后我个人是很喜欢饮酿 饮酿 不用到大饮酿 因为大饮酿又太柔和了 OK 没有喝酒的那种感觉 OK 那啤酒当然是OK的 对 对 你去点心打一定有啤酒 对 那饮酿要比较不甜的 饮酿要 还是都可以 对饮酿要比较不甜的 我觉得喜欢饮酿是因为 它比一般的sake来的温和 就是那个酒精味比较没有那么呛 对 那因为台湾菜像黑白切这个东西 它的味道其实属于那种 怎么讲 比较细致的 对 就是你的舌头必须比较 保有那个敏感度 去体会它 可是黑白切其实很适合 一小口一小口吃 但我们通常好像没有感觉说 我们需要一小口一小口吃 尤其是像猪肝莲 你怎么可能一大口就把一盘 猪肝莲给吞掉呢 对不对 OK 所以很细致 就可以慢慢细细品尝 所以就搭配稍微细一点的 酒类这样子 对 那红酒 当然因为我个人比较没有 那么喜欢红酒 因为那个丹宁味 我觉得它会杀死我的味觉 它会改变我对食物的味觉 所以我其实 我吃饭 吃任何饭 我几乎不喜欢配红酒 真的 对 OK 那有些人会觉得说 红酒丹宁味可以改变你的味觉 那所以你同样一块肉切切吃 你可以有不同的体会 有些人也觉得这样很有趣 有牛排类的 对 酱味比较重 可能有味 OK 所以反正就是白酒银釀 其实刚刚在讲之前 我还真的比较没有想到银釀类的 银釀类的酒 银釀类的酒 对啊 这样听起来蛮有趣的 好像下次可以 去再去试试 对啊 你看嘛 那个撒西米也很适合营养 所以刚刚讲那个口味的变化 你说以前反正就是吃食物的猪 你觉得口味是比较好 那部位有没有什么变化 就是对于吃哪些部位的一些 我个人就是 我小时候会因为好奇 我比较是因为好奇 没吃过东西 我小时候 我一直到念 国中以前 我的家里是不给我们吃外食的 我吃外食的机会 非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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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少 OK 因为我妈妈的关系 她有洁癖 也是处女做的 对 然后她口味很淡 所以她一直觉得外面的食物呢 太咸啊 太油啊 怎么样 看起来脏脏 反正她有很多她的那个业障 那时候就会让我产生好奇啊 那我小学的时候在中山国小 我们家离情况市场很近 双联市场常去 因为我的医生是住在双联市场旁边这样 然后小时候我就是 她不让我吃的东西 我就越好奇啊 我真的是越好奇 到我现在到 到现在为止 我都很喜欢那个卤豆干 就是因为她从来不让我吃 可是我们家对面就有一个面摊 它没有什么东西 它就是卤蛋 卤豆干 卤海带什么这样子 然后就切咖咪这样 那我就到现在为止 就是一种匮乏嘛 一种向往 对吧 我就很喜欢卤豆干 然后因为那个 我小时候其实 也没有黑白切这个名称 但是 他切这个东西的品项很少 因为那个时候 台湾经济没有那么好 并没有那么好 所以 它是在经济起飞 我小学一二年级的时候 还在经济起飞 要一直等到我 快上国中的时候 台湾整个外销业 整个蓬勃发展了 一直到我大学的时候 我们台币才涨到20 快25块这样子 那小时候根本你到外面去切 你能够选择的很少 那油豆腐是有了 油豆腐猪大肠 然后有一些偶尔会有 应该就是猪肝莲这样的东西 可是没有像现在 你去黑白切的店 你看到它 像那个高雄 阿晋切斩面 它那整个门面是大的 它每一种品项是一大盆的 那我小时候 我会出于好奇去吃 那我最想吃的就是头骨肉 因为头骨肉很少 很少很少很少 那我书里面有讲了一个故事 就是我一直吃不到那个头骨肉 那个是什么时候 就是你想吃吃不到时候 那个是我国中了 国中我搬到那个 我十一岁 十岁十一岁搬到东门市场附近 OK 所以你就是想要尝试头骨肉 对就是 为什么那时候想要 没吃过啊 而且那个老板娘从来不告诉我 那是什么东西啊 OK 可是就是它很宝贝那两小碟东西 因为它不是一个 我们那个年代的面摊 它是一个那种木头面摊 我们那时候面摊 它不是一个很大规模的经济体吗 所以它的小菜种类很少 可是它可能面的提供方式很多 比如说你要细面宽面 你要汤面 你要猪油拌面 你要炸酱面 它都有 然后我们馄饨汤 馄饨面什么 它也有 可是那个切的小菜 其实种类很少 这就是它炖那个高汤 然后它从里面去留下一些 附着在猪骨 猪头骨上面的肉 就是头骨肉 但是因为它有猪头嘛 所以它还有一个东西 就是天梯 我都叫它猪雪花 因为确实有店家就叫它猪雪花 就是猪的牙龈嘛 它也有 因为它有猪头 所以这个是很有趣的事情 后来我渐渐的就是 其实你到了某一个年纪 你可能就不太会想要吃内脏 所以我后来吃内脏也是出于好奇 比如说我一直不敢吃那个天梯 一直到很后来我才去尝试 没有什么原因吗 就是觉得你跟那个猪的牙龈 太接近了 对啊 这样亲近 很难接受 OK 其他的部位都可以 其他的部位都还好 而且我记得我念国中的时候 还没有什么软管 脆管 什么这些东西 那时候很少很少 所以等于是到比较在后面一点 才开始这种各种各样的内脏部位 对 其实应该是我已经快三十岁的时候 我才赫然发现说 哦 这个东西现在有一个名称 统称为黑白切 就是在北部 OK 是我从我那个小我十几岁的同事口里头 听到这个名称 OK 但是我不知道有没有店家把它写在kampan上面 就黑白切 有有有有 那后来是真的是常常见到这个名词 然后它就变成了这样子的点心打的一种统称 但是你到了嘉义台南高雄 他们都不叫黑白切 他们就是从古代到现在都有自己的名称 嘉义叫六小肉 然后台南就是演唱小肉 演唱小肉 对 那这个你自己如果你要去点的话 比如说你今天开发一个新的店家 看到它上面很多东西 你会不会有一些 你自己会固定点的流程也好 或是哪些东西你会优先去尝试 我如果要选择一个店家 没吃过的 然后我先看一下是说 他把这些黑白切的料 他是怎么放的 比如说你 我如果看到他已经事先都切好一盘一盘的 一小盘一小盘 然后放在那个玻璃柜里面 我可能就会很怀疑他 很怀疑他 对我就会怀疑说他是不是会好吃 因为你看肉 你整块的肉你没有把它切开来之后 他那个 他原来那个是比较juicy的 他的肉汤会锁在里面 对不对 因为他煮好 然后他放凉 然后他就rest的在那边 他就是那个肉汁还是回收在他的那个纤维里面 那如果他就还没有客人来 那也不知道已经多久了 他就已经把它切成一小片一小片的 尤其是切得很薄片的那种 然后就躺在那个玻璃柜里面 然后等到你要吃 他不是要下去再用热汤稍微汆烫一下吗 然后我就会觉得这个应该不会好吃 就是以我的标准 我就觉得这个应该不会好吃 但是我就可能会吃 我不会吃他的肉类 我就可能吃他的生肠 吃他的大肠 那像大肠其实是一个很好的试验 生肠也是 生肠因为他颜色是不是白白的颜色 他正常的颜色看起来不是很讨喜 就是有一点像要粉红不粉红 灰灰的这样子粉粉灰灰的 那所以有一些店家会想办法把它弄的白一点 那你弄白一点我也觉得OK 只是说他不要残留一些异味就好 那你可以去试说 这个店家他处理这样子的东西 他的用心跟讲究 那其实我觉得照我熟悉的这些店家 我觉得台湾的这些小吃店 店的这些职人真的是很可爱 怎么说 因为以他们的讲究程度 他们都可以去开个米其林餐厅 你知道吗 你知道那个有一个米其林的主厨 他在那个意大利 托斯卡尼他有一个肉铺 他就开了一个餐厅 他的餐厅卖的就是全猪料理或全牛料理 他就是非常非常简单的一种处理方式 甚至他也有内脏 是因为他有一次发现 为什么他长大以后吃到的 那个所谓餐厅里的菜 没有他小时候那么好吃 所以他就回想说 为什么他小时候觉得好吃 是什么回事 就是他阿嬷煮给他嘛 阿嬷煮给他就丢下去煮 很新鲜的肉 他们家是肉铺嘛 很新鲜的肉 或者是BBQ 很简单 也没有什么太多腌制 所以他就要回归到这样子的一种 一种朴实的一个制作方式 但是他朴实并不代表他很容易做 就是黑白切呢 你深入去了解 我刚有讲 你以为说他就是一锅煮 然后再把它捞起来 那可能是我们在家拜拜的时候 我们就是在农村 我们就是这样处理嘛 因为没有太多时间 可是我现在发现这些店家 他都有很多他们自己的美感 要求 比如说朱鑫 他一定要要求说 我只要烫到八分熟 整颗的 那我也 我也就整颗把它放在那边 让它锁住那个肉汁 等到你要吃的时候 他还问你 你是要九分熟还是十分熟 我觉得这实在太美妙了 OK 对 因为那个汤烫出来的 那个口感 脆度 或者是他 你到八分熟的 那个朱鑫吃起来 有点带韧 韧 对 它有个韧性 OK 那你穿到全熟 它就是软 对 然后你说 我不要脆 我不要太脆的 那就是不要靠近 那个我们心脏的上面 那个主动脉的位置嘛 那个他们叫 心管头 嗯 猪心头 那很多 我们在家里 我妈妈在处理猪心的时候 他也是整科去做 可是他就会把 那个所谓 猪心头的部分 他就觉得 这软薄薄怎么吃啊 嗯 他就会把他整个丢掉 OK 对 可是现在你甚至在那个 那个 那个 你可以点到这个东西 嗯 心管头 OK 心管就是一个嘛 心管头 甚至有人 呃 我在南部 就觉得好好玩 他还有什么 猪舌头有分 不同的那个 段位 OK 啊 就是猪尾巴 有分不同的 猪尾巴 还有不同的段位 OK 对啊 猪尾巴比较靠近那个 屁股的地方 他比较肥 所以他有皮下脂肪 皮下肥肉 OK 然后他的那个 猪尾巴那个骨头 会附着一些 很嫩很嫩的瘦肉 对 可是中段的地方 他就没有那个皮下的油 嗯 尾段就只有皮跟骨头 对 所以你其实 我觉得点心打 就是你要跟他拨干净 嗯 你成为他的VIP 老客户 对 然后他就会问你说 我今天有什么 什么什么 或者是你一去 他就会说 啊你今天要吃点 比如说生肠 他就问你说 今天有那个 还没生 嗯 就是猪女猪吗 嗯 就很嫩很嫩的 那种生肠 OK 就是 你不会每天去同一个 点心打 然后你吃到的东西的 口感 味道是完全一模一样的 嗯 那我就觉得 这个东西 应该为他写一本书吧 嗯 因为他的好 我们其实心里都知道 你就是随便走在路上 然后你就找一个 旧的巷子 你就有可能遇见一个黑白切 他的好 我们都知道啊 嗯 你就是 少少的切一点来吃 填饱肚子 或者是你要大大方方的 像我儿子进去一个 跟人家 每一种都要切 这样子 嗯 就是他的好 我们大家都知道 我们自己个 每个人都有口袋名单 可是 怎么会没有人 被他帮他写一本书 当然 有困难了 是有困难是说 因为他的数量很多 这样的摊商很多 店家很多 那如果你不是要写一个 一个美食情报制的时候 对 因为也不太可能写一个美食情报制 因为你只要把他排名出来 就会被攻击 每个人心中想法不一样 排名不一样 对 所以他有他的难处 OK 还有就是说 你还是要去 为了写书出来 然后你要 你要有一些 嗯 参考资料 参考店家 让人家可以去品尝 就是我提到这个部位 然后我觉得 你可以去这家试试看 对 那我还是要再去 再去尝试一下 再吃过 免得他 过两天说他不做 我跟你讲 这个 这个很常碰到的事情 挨挨脚 嗯 就是你刚刚熟了之后 你才会发现说 哦原来他有这么多委屈 嗯 但他的委屈不是来自于消费者 OK 是来自于他没有帮手 哦 这个是他们共同的一个难处 家庭 对 他们就是一个家族企业 家庭在做 对 然后他们不是一个商业厨房 他不是一个商业厨房 所以 他的优点也是在于 他不是一个商业厨房 所以他 他煮出来的东西 就像你小时候 我小时候 我阿嬷在家里煮 你知道那个 那个大锅饭 然后 焢肉 烘吧 嗯 这种东西要成大锅去煮啊 然后越煮越好吃啊 OK 还有像米粉汤 你知道米粉汤是很难在家里复制的 米粉汤 他必须要有一锅 很好的猪骨汤 嗯 清澈 鲜甜 所以他们从12点开始 焢汤 然后 焢好了之后呢 下米粉 纯米做的粗米粉 他其实要控两个小时 煮两个小时 对 他才会慢慢入味 这个就是他们的美感 那我那时候就觉得 天哪 我吃这碗米粉汤 35块 那有些地方更便宜啊 十几 二十块都有 像台湾还有那个 煎煮是一碗十块钱的 嗯 还有米苔木一碗十块钱的 就是这个东西 因为它的价钱 一直是这么平价 以至于我们心里就觉得说 它很普通 嗯 可是其实它整个制作过程 你就讲说 它是不是米其林 嗯 等级的 尤其是像粉干嘛 粉干跟那个穿到 要熟不熟 刚刚外面是脆的 里面是嫩的那个腰脂 嗯 我就觉得这个记忆 已经超群了吧 只是一直没有被 放大去看见 因为我觉得这个 当然 刚刚Emma讲的 就是说 个人有个人的口味跟偏好 然后尝过这么多东西 可能有些东西你要试过 你才知道喜不喜欢 包含了口感 包含了味道的部分 那我自己有一个 我觉得这可能 蛮多人都会遇到的 就是像 这种类型 就是很台湾味的 嗯 的食物 那当有一些 外国朋友来 我们觉得这个很好吃 你想要吃真的台湾味 对不对 好 我带你吃真的台湾味 啊通常你会 假设有这样子的 的介绍的时候 你会怎么去介绍 因为可能 直接来太特别的 可能大家也会不知道 该怎么吃 或不敢吃 那有没有什么 你会觉得是适合的方法 去介绍它呢 第一个是说 你最好去找一个名店 然后它有被印在杂志上 哦 其实有一些店已经被我们国家 已经印在我们那个机场的宣传单里面 OK 然后你可以跟他讲 是 比如日本人 他就会觉得 哦 你带他去吃 他就会觉得说 哇 好感动 对 但是亚洲人可以接受的 比较多是内脏类 肉类 他们都可以接受 可是有一些部位 像日本人 他们是不太能接受的 比如说生肠 他光是看到 他都没有看过 那你跟他解释是什么部位 他更不敢吃 他可能是基于 基于客气 他会吃一口这样 可是再继续 他就不吃了 那必须好像是说 像韩国人 韩国人 我讲过他们吃的嘛 越南人也吃 就是 比较是亚洲 这个熟悉猪的食物的 都会吃 像北越他们就吃黑白切 他们有一种拼盘 就是黑白切拼盘 OK 然后甚至他们也吃血肠 用猪血去灌的那个 那个 像N墙这样的东西 但里面 没有很多肉 OK 韩国人也吃血肠 那血肠欧洲人吃 对 所以你可以带法国人去吃 但是美国人 第一个你要想过 美国人他们是很不喜欢吃滚烫的东西 像我朋友 他那个美国老公啊 看我们两个在吃那个火锅 他就在那边啃他的沙拉 因为我买了一大盆Costco的沙拉给他 面包沙拉 然后他看着我们在吃火锅 他就说 这么烫 怎么能放到嘴巴里 那我们就觉得 奇怪 这很难吗 所以你不要去挑战说 我今天觉得我很好吃 比如说猪血糕 然后我就希望说 他也能够来认同我的好吃 其实这没有必要 就像你要去认同他们觉得好吃 我有时候觉得那也是有一个门槛的 没有 我就先不管认不认同这件事情 你说要带他们去怎么点 他们已经觉得说 没有我就是想要尝试 我觉得台湾限定的 我觉得很好 因为你这个书名的英文书名就是台湾限定 对 所以就是既然都来到台湾了 会会会会 会带他们去吃有冷气的米粉汤店 或者是米苔木 或者是切仔面 那通常会先点的是干面 干面 干面干米粉 或者是那个干的米苔木 对 那米苔木比较好解释 因为他们对河粉是熟的 熟悉的 佛 佛对 他们对河粉熟悉 所以他比较容易去进入 说这个是什么东西 他可以类比 对 那你不要先不要去尝试什么 混沌汤什么这类的东西 因为这个油葱酥 对很多西方人来说 不是一个很容易接受的味道 所以猪油拌饭这个东西 他也会有一个 不是很好 就是他很不能接受 那卤肉饭会好一点 对 卤肉饭因为他比较香 对 那内脏类的话 大肠可能可以 OK 那像我说那个什么天梯啊 因为你很难解释 天梯超难解释的 对 还有就是什么软管 就是食道 软管 对 其实你不跟他讲 他如果真的不 看起来他没看过 他不敢吃 他只知道是内脏的话 他是真的不敢吃 对 但你如果把他炒成像 黑黑油油亮亮 那个叫三杯的话 他可能就吃了 因为他的口感就是肉 OK 反正从比较容易尝试的开始 对 就是肉啦 比如说嘴边肉 然后干帘会有点门槛 但是你可以试试看 干帘 然后再来就是沾酱嘛 你一定要告诉他要沾酱 因为美国人吃河粉 汤的河粉 他们是在 他们是把河粉放在他们的汤匙上 然后挤上他们的那个 辣酱 辣酱或者是他们有一种甜酱油 每一口都这样吃 OK 他们是这样吃的 所以你要理解一下 就是说 你要让他吃一个白切的东西 但是他没有汤匙 对 或者那个汤匙的口味 让他觉得他很难接受的话 那我觉得黑白切 最有意思的一点 还是在说 他每一个店家的那个汤匙 差异很大的 他们都会自己在 他们都要自己煮 尤其是像 嘉义台南高雄 就是像台南人 我就觉得他们有视觉的洁癖 他们连煮出来那个 sauce 蘸酱 都还很讲究说 他那个看起来是那种琥珀色的 透光的 然后会有一种亮亮的 就是 每一家都这样 然后比如说芥末酱 台南人用的芥末酱 就是那种 比较像是叫什么 Horse radish 就是白色的 那有一些是用黄色芥末 那有一些会用wasabi 就是绿色的那种 吃生鱼片的 那他变化是很大的 那因为南部的人 比较没有在吃辣 所以就 他好像 他好像是一个附属品 但我是觉得说 你要带外国人去吃 台湾的任何一个小吃 你要跟他熟一点 比较不会拆累 然后知道他的偏好是什么 对对对对 还有就是说 有一些美国人 他们不吃那个 有骨头的东西 是因为他们的教养 他们不准 从嘴里把食物吐出来 所以如果他吃那口鱼 里面是有骨头的 那是包含在食物里面 他们是不准这样子 在那边把 把东西再从嘴里拿出来 那这一点是很多人 不理解 以为说他们 不会踢鱼刺 不是这样子 这是一个文化教养上的差异 OK 我是台湾猪黑白切的作者 Emma傅士林 您现在收听的是 玛丽欧陪你喝一杯 好那这本书写到后来 有没有哪一个部分 你觉得是 特别不容易写的 就是说 在这个写作过程当中 花了比较多的时间 或者是 准备也好啊 或者是 重新要再吃一些什么东西 有没有哪一个部分 特别比较麻烦的 就是那个肉伤 因为肉伤 他们怎么去做生产 这个部分以前 我是没有经验的 对 那我是特别为了写这本书 OK 然后我就去找了一个 米粉汤 刚好那个阿嬷的孙女婿 他就是 肉伤 对 大盘肉伤 所以那个阿嬷他们家的那个 米粉汤黑白切特别好吃 因为他这个 这个女婿会帮他挑啊 源头就把关 对对对 会帮他挑啊 但是这个女婿 因为他平日的话 周间的话 他大概只有 抓两到三头猪 那逢年过节 他会抓到十几头猪 所以他平日要供应的肉类 他还要帮阿嬷去买 才够嘛 嗯 那我觉得这个 这个去环南市场 采访这个经验 非常的 非常非常 让我印象很深刻 而且 我非常惊讶 很惊喜 惊讶 惊喜的地方是什么 对 就是我到的时间呢 比如说半夜十二点 其实有 只有很少数的 那个摊商 他们开始在工作 就是他可能是 十几头猪 一天处理十几头猪的那种 他们开始工作 因为他都必须 全部的摊商都必须 赶在大概六点钟 把货全部处理完毕 因为店家都要开张了 嗯 然后那时候我就到处逛啊 因为那个 我约好的那个老板 还没有上工嘛 那我又不好意思催他 我就开始逛 环南市场二楼 叫瘦肉区 野兽的瘦 嗯 他专门处理猪 牛羊 那猪牛羊 他有分开不同的日期 所以我去的那天 是没有牛跟羊的 只有猪的 嗯 然后就逛逛逛 然后就发现 他有一整排小店 嗯 就是靠在墙边走到 一整排都是在卖早点 卖早餐 各式各样的 OK 对他就有 也是有卖切仔面啊 嗯 然后有西式的啊 咖啡啊 等等等等的 然后我就看见 有个咖啡店 他有一台很了不起的 Espresso的机器 嗯 一杯才卖四十块钱 OK 那因为我没有 我没有那个 我那天晚上没有吃东西 所以我就买了一杯咖啡 四十块钱 后来那个 就开始看他们剁肉 那个剁猪头的那个 职人那个师傅就跟我聊天 我就很好奇就问他 我说那你 你你 他是论见记筹的嘛 他们都有论见记筹 嗯 我说那你切一颗猪头 可以赚多少钱 他说工资就是六 就是四十块 嗯 工定价 一颗 一颗猪头 嗯 他把它剖开 然后他要把耳朵分切 然后鼻管分切 然后猪头包括猪舌 嗯 包括嘴边肉 他都要把它分切 OK OK 很有趣 所以环蛋市场也还有一些摊商 他们专门只买猪头 就所有的猪头 他都可以去把它吃下来 那他一天 刚刚讲那个师傅 他一天会处理多少课啊 他不肯讲啊 他就像那个走游诗人 带着两把刀 然后他这一摊就很快哦 他很快哦 哔哩啪啪啪就切完 然后他就默默的就走了 所以那怎么找 就是他 他们都是 他们都是已经都有约定好的 都约定好的 老客人 都老客人 OK 所以他们等于就是摊商买好了 就是刚 摊商买嘛 采购好的 然后他就去那边 帮忙把它切 而且他们都是用一种 很互相信任 然后 就是比如说 今天债猪人 他把那个 土体 送到患男市场好了 那个老板人还没来啊 然后那个 分切猪肉的师傅 也还没来啊 然后那个摊子就空空的啊 他就把猪直接挂挂挂挂好给你 他就走了 帮你弄好 对 然后他就会有一张小小的单子 那张单子就是他们的那个账单 然后小小的单子就是今天那个 送了多少 抓猪人 他去拍卖 然后那个金粮什么的 然后就有一张单子 然后就放在那个他后面的那个案头 这样子 他们都是这样子 没有什么签收不签收 你知道 你知道这种 这种买卖是一种很温暖的一种买卖方式 就是我们现在资本主义社会 难看到有这种 信任感 信任感这么强 然后那个 那个 因为土体他的分切比较 比较复杂 所以那个 比如说你两头猪 可能要三个师傅来帮忙分切 因为他们讲究时间嘛 他们才能够多做几件 所以他就 那个土体师傅就带了两个土地 然后三个人就开始 就是在他们约定好的时间 他就默默就来上工了 老板也还没来 他们就自己自动自发 然后就全部把它做好之后 然后整整齐齐的 就是有固定放的位置 如何挂这些肉什么什么的 然后你的那个上半步 前腿后腿 然后该放在什么位置 他们都放得干干净净的 然后我那时候其实 因为我第一次去 去这个批发市场 我还蛮震惊的 那我那时候其实有想了很久 说我该怎么把它写出来 但因为我以前当记者嘛 我在一周刊 做那个美食旅游的采访主任 所以写报导我还可以 那但是我又不想把它写成 是一个新闻报导师的东西 所以我还是放了一些 个人的感情进去 那新闻报导是不太能这样写的 所以在这个过程 刚刚讲那个采访报导 我记得看到书里面 还有一个是 米粉汤 阿嬷 对 那也很有趣 那个你是从 就是一大 就是他开始准备 你就去跟他这样子 对我又 就猪送到他手上 大概是半夜12点多 他的工作时间 就是从12点多 开始 然后他要开始洗清洗 主要是清洗内脏的部分 对 然后内脏是非常非常好工 而且不舒服的一个清洗过程 但是他非常仔细 比如说他就一面坐一面解释给我听 可是他的生意因为非常好 他生意非常好 所以他处理的内脏非常非常多 比如他一天可能要有十颗的心脏 那他切一盘那个珠心 就大概是几片是固定的 所以呢 他就会早早粘说 今天那个送来的珠心 他会把它先数一下多少颗 然后他会一颗一颗拿出来洗 然后他就会说 啊 真的还这么小粘 因为不够他切十片 对 所以他们喜欢很大颗的珠心 然后因为珠心呢 卖给他的时候是称重的 不是论科来算钱的嘛 所以他就会很有趣 他就会早早粘这种事情 然后比如他在洗的时候 他也会早早粘 因为我看他洗我才知道 我以为珠心是一个比较容易 相对容易处理的 没有没有 他要把里面的血全部洗干净 所有里面带血的东西 他都要洗干净 所以他没有办法卖珠肺 因为对他来说 他没有那个 干忽了 他已经没有那个时间 去处理租费 那租费他是另外一个品项 就是说在台湾黑白切里面 北部很难看到租费 而且台北人 很不喜欢吃租费嘛 就是他的消费市场比较小 所以租费 比较少出现在台北市 但是除了台北市 又到了南部 租费就是一个很大宗的 一个黑白切的一个项目 为什么租费会有这样子 一个是租费他是 被很多人嫌弃的内脏 因为他很脏 他很不容易清洗 然后他他又很大一副 你要把他弄到很干净 你就是要有个专门的人去洗他 不停不停的洗 那租费可以洗到变白 好理想上他就是要洗到变白 就是你如果是去澳门 你去吃一家店叫六棉酒家嘛 那么有一道一道汤就是猪肺汤 他就是把他洗到白兮兮的 吃起来你以为你在吃猪肚 那是非常神奇的 但是他整个那个做工 是你很难想象的 好 那我们那个嘉义那边 梅山啊 梅山的那个巴士站附近 就有一个在卖那个粉猪肺 他叫粉猪肺 其实猪肺就是他把他洗干净之后 里面可以灌那个地瓜粉的 那个调味过的地瓜粉浆 然后把它煮熟 他就叫地义贵 猪肺膏 猪肺膏 猪肺膏哦 不是猪血膏哦 这很有趣 就是凡是有孔洞管 管子中空的 就人类就可以把它变成容器 所以他就把器官变成容器 然后因为他灌了那个粉浆之后呢 这台南也吃得到 台南市中心也吃得到 你灌了粉浆之后 然后猪肺 因为他有那个 血管有大有小 里面还有气管有大有小 那就是那个 气管宽 口径宽的地方 那个粉浆就多 他吃起来就比较嫩嘛 软嫩 地瓜粉浆是软的 那如果靠近末梢的地方 他吃起来口感就脆的 那就很有趣 你要去吃猪肺膏的时候 你就可以问他说 我可以切那个比较脆的 或者是我要切比较软的 就可以选就对 然后再回来讲那个阿嬷 那个阿嬷 我特别写他是因为他八十几岁了 对 那我知道这样的工作 他不可能再一直一直做下去 那如果他不做了 其实他是没有传人的 你想想看你愿意半夜 然后从十二点开始 然后就去洗猪心 然后去处理什么猪舌 什么这些东西 然后不停地在洗 不停地在煮 而且我是因为跟 跟他做了调查之后 我才充分地了解说 我们那个不是一锅煮 这件事情也不是这么简单 你分门别类煮也不是这么简单 因为你品项越多 你分次就越多 然后每一种内脏 每一种肉质 他煮的时间不一样 那谁可以跟谁一起煮 他还是有讲究的 然后他先煮什么 后煮什么 就是在他整个那个工作流程 他是有自己的一个SOP的 那其实我是非常非常感动 就是我觉得他这样子卖东西 然后这么辛苦 然后我们吃到 我们只可能会体会的到说 嗯他的黑白切 肉质特别好吃哦 他内脏也特别好吃哦 他都没有异味 因为他很新鲜嘛 但是他孙女婿 提供一条龙的 然后我就只花这么一点点钱 然后他年纪这么大了 如果有一天没有了 没有你就真的吃不到 如果他没有传人 因为像高雄 高雄有一家叫阿财嘛 他就找不到传人 他在报纸上公开征人 他说他把手艺交给那 那个传人 没有人去应征啊 那如果他知道整个工序是这样 我相信很少年轻人愿意去 去做 可是控肉饭啊 卤肉饭这种是容易找到传人的 对 但黑白切 我是觉得他真的是 他很珍贵 OK 我们应该好好珍惜他 这种应该照这样子讲 其实自己也不太可能在家做嘛 就是你一小锅嘛 你一小锅你说我煮个猪肝莲 大肠 也光是这两个东西 你就可以煮到你头痛了 就是你要怎么控制它 煮到你要的口感 对 那你当然说 那我就问快锅啊 好 你要煮到好吃 就是这个白切的东西好吃 他基本上还是需要用高汤去煮 他不是用那个 水 白开水去煮 那你家里要先控你的高汤啊 那高汤要好吃 那餐厅的高汤为什么好吃 因为他整个去控汤的那个材料比 跟水的比例 他那个材料是很多的 嗯 控好那一锅汤 他捞掉了 可能那个汤只剩下三分之一 四分之一哦 嗯 他那个汤才会有那个滋味 够浓嘛 然后你再把这个汤拿去煮你的黑白切啊 煮你的什么 其实很多白斩鸡的做法也都是这样 嗯 所以我曾经采访过一个大饭店的师傅 他是一个老师傅 他做那个台菜的传统菜 他在家里 然后他为了我采访他呢 他说 哦 你要提前跟我说 提早很久 不知道一个礼拜跟他讲 后来我才知道 因为他要去买老母鸡 嗯 然后他要事先在那一天早上 要控一个老母鸡的汤 他所有的菜都是用那个老母鸡的汤去做调味的 哦 啊就一直一直在锅炉子上面这样慢火这样热着他那个老母鸡汤 他插鼻混 你他也我看他也没有放什么东西啊 一点点肉丝啊 可是插鼻混就好好吃了 嗯 你知道你你如果要在家复制一个滋味够好的黑白切 但你就要去复制他的这个工序 整套流程 对 然后你还要懂得去买猪心啊 对 对不对 买猪肝啊什么的 买腰子啊 嗯 不太容易啊 嗯 像我有一次就以为卤肉 稍不是还蛮容易的嘛 嗯 就是我去买猪皮嘛 嗯 猪皮下面有一点脂肪 对 就是猪皮是 最主要的原料 那肉是次要的 他没有肉都没有关系 然后就去那个肉饭 就是那个菜市场 我很熟的 然后那老板就瞪着我 跟我讲说 你确定你要买这块皮吗 我跟他讲说 我要买那个猪头后面 靠脖子那边那块皮 因为那块皮比较韧 所以你卤久了之后呢 它是软中有一点 有一点点口感 它不会化成像肥油 你吃起来就会觉得恶心或腻 然后他就瞪着我 然后就拿了手上的那块皮 然后就翻过来给我看 嗯 就整个都是毛啊 嗯 就是那个猪的那个后颈部 是皱折很多的地方 然后那个地方 韧嘛 所以他那个毛长得 不太容易拔 然后所以他是跟他太太两个人 就是快收摊的时候 他们就开始拔那个毛 因为会有人要 对 可是他就说 他就劝退我这样 那我想想也是啊 我到底是要煮多少碗 卤肉饭的 对 我为什么不干脆去我认识的餐厅 跟他买一碗肉燥 我就好了吗 所以这样讲起来 你说你要复制 嗯 你就算在台湾要自己复制哦 其实他还是门槛很高啦 OK 真的 所以还是找一个习惯 找一个你喜欢的 不管是面摊米粉蛋 然后你要常常去支持他呀 嗯 鼓励他 其实他们 他们需要的是一些情感上的支持 嗯 因为他们做这个很辛苦 对 那你就 像我就问阿嬷 阿嬷本来在卖凉面 嗯 我就问阿嬷说 那你为什么这么忙 你现在还要卖凉面 可是我老客人要吃啊 嗯 我老客人要吃 然后他来 让他吃不到很难过 你知道吗 因为是有感情的 就是这个 这个买卖双方 不是只基于那个 金钱 金钱交易 对 他是我们台湾的人情味的 一个很大的写照 嗯 OK 好 我们今天非常开心哦 邀请给马傅士林 来马六平你喝一杯 然后最近出了一本书 叫台湾猪黑白切 呃 里面当然最后也有付了很多 这个店家 大家可以参考 那我觉得非常欣慰的是呢 我 就是住家附近的店 没有被列进去 欣慰的原因是因为 很怕列进去之后 就会很多人排队 这样子 我儿子就来骂我说 你把它写出来 我以后还能吃吗 对 现在已经很多人在排队了 所以我怕 就是一旦放到书里面 可能会有更多人在排队 那书 我真的觉得非常有趣 因为的确我们刚刚一开始讲的 就是黑白切可能很多台湾人 台湾独自的台湾听众可能都吃过 但是完完整整的把这个各个部位写出来 然后各个部位的一些来源啊 它的念法啊 怎么做啊 这些东西 其实在里面都有更详尽的介绍跟讲法啦 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特别的地方 提供大家参考 但是不是说只有我写的这些店家是最好吃的 我没有这个意思 对 我相信你每个人心中的确都 可能有一些你自己很喜欢的店家 就是欢迎大家一起来 写你信中的黑白切 对 然后可以跟我们分享 然后用你的那个脚 支持他们继续做下去 对 好 那今天非常开心 谢谢 谢谢 谢谢大家 谢谢